哇天啊我剛剛完全沒有發現這個藏在那個焗烤裡面的生蠔的那個厚度 怎麼那麼巨大 Good day man 我是C-SOUL Hi 這是秀老師 歡迎收看C-SOUL生活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吃 續集的... 雞排 對我們今天要來吃的是續集 想冰餐體集團的最頂級的吃到飽是 想想 哇這個真的超難訂的 這次是在一個月前時間一到半夜12點 我就跟我朋友我們一起搶訂位終於搶到 而且我們這次是要來連吃4小時的晚餐 超期待的 對 對 我們大家來看一看 有什麼樣的菜色嗎 走吧 想想In Paradise為想冰餐女集團的頂級吃到飽品牌 有人稱之為吃到飽自助餐桌的天花板 位於信義微風46樓 絕佳的高度可以看到隔壁的台北101 以及台北市區的景觀 每每在一個月前開放定位 即被搶訂一空 我們現在就是 在去想想之前的話 對 要來看看 吃之前的體重 完蛋了 我一定很準備 Joshy的 你手不能承托 我升級的操作 77.4 好我們來看一下C手的體重 67.6 跟你差10公斤 從捷運市政府站走到微風信義 想想位在第46樓 需要分兩次電梯搭乘 我們一開始在找電梯的時候有點摸不著頭緒 但還好有順利抵達 沒有遲到 今天一起來吃想想的 我們總共有7個人 除了我 還有 Josh 還有我 還有語言到手 第1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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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非常喜歡的 是不是 今天 應該會是全場MVP的 很亮 比Joshy還厲害 很期待它吃的分量 好吧 想想的空間座位與動線 主要是繞著建築的四邊行進 食物擺放在其中三邊形成的莫字形 料理內容從各式各樣新鮮的海鮮 像是螃蟹與生魚片 壽司 串燒 炸物 烤鴨 乃至鐵板料理 選擇豐富 飲料的部分也不麻糊 除了基本的五酒精飲料 還提供雞尾酒與啤酒暢飲 餐後還可以享用精緻的甜點 水果以及冰淇淋 晚餐時間可以悠閒吃4個小時 真的是我吃過最久的一次吃到飽 這是馬東的第一盤 有點太激 烤料很麻糊 Joshi轉眼間已經吃到第三第四盤 可是我跟你講 我才吃一盤多而已 你要幹嘛 馬東現在一盤都沒有吃 他一直在哪 這是第一輪 第一輪 你應該是會吃二十輪之類的吧 用炸物才味 我現在這兩個非常會吃的很包圍 你要不要去拿一些東西吃 我慢慢來啊 我不記了 就我覺得我的極限大概就是快兩公斤 今天我覺得就挑戰看看回去量體重會不會多到四公斤 可以試看看 哇天啊我剛剛完全沒有發現這個 藏在那個焗烤裡面的生蠔的那個厚度 怎麼那麼巨大 我等一下要去吃 這可以吃 這跟台灣沒辦法養出來的 這是萬聖節的主題的奶黃鮑 很妙啊 你目前 我都不知道吃到自己不喜歡 已經沒有在算了 你目前覺得有沒有最喜歡的食物 你可以吃看看這個我覺得很酷 它這個粥嘛 對 我也是可以吃貓硬 我不行 那這樣也給我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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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這個小時要帶你休息了 現在快7點 還有兩個半小時可以做 這個小時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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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隙子 我喜歡 我喜歡 採訪 躺 那麼 在 今天 那 我和你 這個是他們送的豬竹雷 這個好香耶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 有食物拿到這裡來吧 難得耶 那回去看看你吃了幾公斤 我嗎? 我覺得下雪景它的奶茶很像 奶跟奶茶 它這個舒服雷奶茶味 它是奶茶口味的 這就是要配得一起 它是奶茶口味耶 我今天記得吃的是原味的 鮮奶 奶茶口味 這個整個整體就是奶醋的 它口感比較紮實 還有啊 它有做啊 它竟然摸鮮豆它有做欸 一個舒服雷啊 所以下雨天太無聊了 有有失敗的 這個很好吃 它加上它難用啊 我們用蒸攤去進去 沒有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這不是由 我這不是由 我這不是由他做 它也做 很好吃啊 然後外面又很貴 對 成本超低 然後賣一塊兩塊就是兩塊 好貴喔 然後賣一塊 可以啊 喝了他們的牛肉湯 可是我覺得還好 難得喝到比較油膩 那些牛肉湯 那些牛肉湯 好啦我們現在回到飯店了 現在終於要接收我們 現在看到底 這樣吃到現在肚子很沉的狀態下 我總共到底吃了幾公斤 我們來看看 也是有點少緊張 來 這邊 這邊 你有過70了 就快3公斤 我吃了快3公斤 我吃了快3公斤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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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來換我 來看Job 的 成績 80.4 你這樣子吃了 快5公斤欸 超厉害的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吃想象的过程 结果初步的一段,我一直以为我的吃到饱的实力大概是两公斤 但是没想到吃,还可以吃到快三公斤 而且我中间有跑去上了一下大号 所以应该就真的是可以吃到三公斤多 然后Joshi居然可以吃到五公斤 我自己有点笑 我觉得你这个实力真的是可以去参加看看大卫王比达 不过因为我们吃比较久 是真的,我有控制速度是真的一直吃到大概八点八点半 就吃了三个多小时都有慢慢在吃这样子 而且我都觉得那边收盘子的那个收的蛮齿多 对对对,那边服务真的很好 不过整体下来我觉得跟之前去年去续集比起来的经验的话 我自己个人想想跟续集比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续集多一些 就是其实这次想象 他的确食材都很好 但是能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料理其实还好 对我觉得就说真的这样吃起来没有特别印象深刻 但是都不错吃啦 就是我觉得努力一点定到会的话吃个一次还是值得 只是要真的很努力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当就是一个月前一开放 半夜一开放订阅就赶快订 而且还是要本来我们要一口气第七个还没有位置 还是分成菜单边四个人加三个各用一组帐号订才订得到 对那像我自己觉得吃的感觉就是 我认真的说啦其实品项没有我想要做那么多 对对我其实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续集的下午茶好像还比较多一点 对我自己觉得有点有点就是稍微微微的失望 对但是其实其实说这个基本基本基本款都有 也很够吃啊 对啊而且说真的因为四个小时的时间到最后就是你 其实一开始排队很难排的餐点其实到最后根本就是都很好排 所以其实一开始不用去唱热门的慢慢吃 对慢慢吃真的可以 像我一开始就就反其道而行就先去吃甜点 我一开始去拍甜点贵都超空的都没有人 而且甜点都拍得很漂亮都没有人想到 对他是少数我觉得甜点还不错的那些 吃到包的对啊对啊 然后我还有印象就是那个 他有一个焗烤的那个蜃蚝我觉得蛮幸福的 对哦对今天要说真的最最厉害 我认识那个蜃蚝 因为蜃蚝真的是超大可的又很新鲜 对那个那个我吃了好期盼 呵呵呵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跟留言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啦 拜拜